主持人一声令下 参赛者开始奋力向前冲 还有观众在一旁加油呐喊 炒热现场气氛 近年来受到韩国综艺影响 让对岸这类闯关游戏开始大行祈祷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快乐向前冲 设计了疯狂跑步机 翻滚积木 飞升扣篮 水上平衡木等关卡 吸引不少网络直播主 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报名 然而25号拍摄时 却发生多起意外 好几名参赛者失足摔伤 有人脚踝扭伤 有人落水骨折 结果送医治疗后 要求制作单位赔偿 制作单位却回应 参赛者闯关前签署的同意书 都同意一旦发生意外 结末不会支付任何损失 参赛者抨击 这根本是霸王条款 山东近宁市京香县文旅局 也已介入调查 提供拍摄场地的阳山古镇军事旅游景区表示只提供场地撇清相关责任 制作单位有工作人员回应 节目拍摄时 都有医护人员随时待命 从未发生类似意外 接下来恐怕得进一步加强预防措施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